你知道吗 Karma全新改版了 它有一个全新的界面 它的首页 它的编辑器都有了全新的设计 这期影片就带你知道 全新的Karma它有哪些改动的地方 并且你应该怎么使用 还有我是Greyson 这频道就要是分享关于 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出现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谁都要记得对我频道 如果你有Karma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进行注册 并且可以尝试Carpol的30天免费使用 就解锁更多的素材和功能 那现在就可以看到 我进入到了全新的Karma里面了 这个是Karma全新的首页 你可以感觉到是更加整洁 更加系统化的 功能分区也是更加明显的 但以前在这上面会有很多选项的 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这边最上面是它的搜索栏 你可以在这边去输入信息 那底下也有保存之前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简报 社区媒体 然后就根据这个类别去找到相对的模板 然后在这里底下就会是你最近的设计 那在右上角就是你账号 那原本的创建新设计就移动到这个选项栏里面 那你可以建立新设计 然后呢邀请使用者 那这边呢就是新的功能 它首先会展示给你近期的设计 你是可以查看到这些的 然后你是可以对这些设计的文档进行标记的 那这边呢我已经对一个设计去标记信号了 那如果说你想标记其他的设计呢 你选择标志 然后这边呢可以选择标记信号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这边就有个标记信号内容了 然后呢你可以创建新的区段 比如说我想专门为我创过训练营做一个文档分类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就会创建一个新的区段 然后呢我可以移动这个文档 去到这个区段里面 那它呢就会进入到这个区段里面了 然后呢我选择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设计就会到这个区段里面了 所以这个功能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帮助你去区分不同的设计的 会让你设计档案变得更加整洁 更容易找到 那如果说你想删除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标志 然后选择删除 那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区段就没有了 如果说你想取消这个标注 你可以选择这个取消标记信号 那这文档就会比取消标记信号 然后在左边是选项栏 是跟之前的看法界面是一样的 有首页 转案 范本 品牌 应用程式 那比如说我选范本了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展示给我所有的范本选项了 然后在左边会有不同的分类 你可以选择 所以总体来说 CAMELA这次界面的重新修改 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掌握去使用CAMELA的 所有的功能分区都是更加清晰的 那如果说我想创建一个新的设计 我可以点击这个建立新设计 然后它就会全新的一个界面 在左边会有一个大的分类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白板 简报 视频媒体 然后这个上面会是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格式 比如说这个横式影片的格式 1920像素×1080像素的 然后是16比9的简报格式 这些都是有的 底下呢会是一些分类 这边你可以搜索想去建立什么样的文档 比如说可以直接搜索Instagram 然后选这个Instagram贴文的格式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我进入到了CAMELA的图片冰箱里面了 这和之前的界面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左边的这些选项栏 它并不是默认打开的 如果说你要查看每个选项 你可以把你的鼠标移动在上面 并不需要点击 你就能够去查看了 然后选择另外一个选项 你就可以看到 它又会跳出这个选项里面所有内容了 包括这文字也是 但是如果说我一开了 它就消失了 所以最新的CAMELA的编辑界界面 它是要保证大家能够有充足的空间 在这个编辑区上面的 如果说你要完整打开这个选项 你需要点击 那这个时候当我一开鼠标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还是打开的 如果说你要关闭 你要选择关闭 它才会关闭 那这些选项里面 具体的内容还是和CAMELA之前的界面是一样的 比如说可以添加个形状 那这边就是CAMELA全新设计的一个工具栏 它是一个浮动的设计 那这边我是可以修改它的形状的 和之前是一样的效果 以及可以修改它的颜色 那这些选项都是和之前一样的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它这个变成了一个浮动的设计了 可以看到这背景一处工具的 那我认为CAMELA这个操作呢 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去升级到CAMELA的使用 因为这个是CAMELA的付费版本 那这个工具呢我也是推荐大家使用的 能够快速的消除掉照片的背景 我可以换一张图片去使用这背景一处工具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CAMELA就帮助我 把这张图片的背景去除掉了 那如果说你想尝试一下CAMELA的功能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免费获得CAMELA的三线的使用 就可以尝试一下像是背景一处工具这样的功能了 还有很多的素材你都是能够选择的 那其他这些工具呢都适合之前一样的 那我也能够去尝试一下加入文字 那文字的这些选项呢都适合之前一样的 我可以选这个新增文字方块 那文字的这个工具栏首先会推荐这个魔法文案工具 这是CAMELA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用的AI工具 它能够呢去帮助你快速的去书写文案 你甚至都能够调整它文案写作时候的风格 比如说可以让它变得更风趣一点 更正式一点 或者是你可以变更你的口吻 都是可以的 那其他选项像是修改字形 调整字体大小 调整字体颜色 这些选项呢都适合之前一样的吧 那现在呢我是打开了图片的编辑器 如果说想创建一个其他的设计怎么办呢 我需要选择这个标志 开启选单 它是既保证我现在的设计 同时呢可以让我进行一些选单的选项 我可以选这个建立设计 那这边呢是有些建议选项的 或者是你搜索专门的一些文档尺寸 都是可以的 这边呢我创建一个全新的影片设计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全新的CAMELA影片的编辑器了 那也是一样 左边的选项栏 它不是默认打开的 CAMELA是要提供给我们最大的空间 来进行影片的剪辑的 那这边是影片的画面 那底下呢是影片的时间轴 你可以添加不同的页面 添加素材都是可以的 那左边还是一样 如果说你把鼠标移动到这选项上面 你是能够快速浏览 这里面具体信息的 那如果说想要去让它长时间打开 你就选择点击一下 它就会长期打开了 那这边呢我是能够去添加影片的 这里面我们具体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工具栏 那首先第一个选项是编辑 那这边呢会有不同的影片的编辑选项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影片的背景处工具 还有呢这个亮部工具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个影片的背景处工具 就能够去帮助你去除掉影片的背景 还有这个亮部工具 是能够使用AI的工具快速的帮助你 去总结出影片里面的高光时刻的 那也可以给它加入滤镜 在这边呢可以调节影片的音量 也可以强化口吻 这边呢有个新的功能就是你可以调节影片的播放速度了 也可以选择是否要重复播放 或者是自动播放 那如果说一下具体的对影片画面进行调整 可以选择调整选项 这边呢是能够对影片画面进行一个更加细致调整的 然后这里有个踩短功能 就是能够去让你去剪切影片的头部还有尾部 从而呢去调整影片的强度 还有呢你可以看到跟图片的编辑器一样 Canva在这边也审要推广了这个背景的艺术工具 这也是CanvaPort的功能 还有把这音讯的功能也就是刚才在编辑选项里面的功能也放出来了 还有这个播放的功能 这些都放到这个工具栏里面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操作 其他这些选项在影像界面里面也都是有的 还有就是如果想要去调节这个画面展示的大小 你可以在这边去调整 就可以看到我就能够快速调整这个展示区的大小 你可以把它变更大你可以看到这么大都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的Canva它的编辑器灵活度是更高的 还有值得一提就是这个评论的工具 比如说可以在这边去进行评论 你可以选择提及某人 又或者是加入表情 这边会有表情功能选择 也可以选择新增贴图 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提交评论 你可以看到在我做出评论之后 并没有直接展示 在这边有个小的泡泡的标志 我就要点击一下才能够选择查看这个评论 然后呢在这边可以做出回复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我就做出回复了 然后选择关闭 之前的Canva评论都是完全讲开的 所以最新评论的功能 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去管理Canva里面的评论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Canva 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列表 如果这期影片的有帮助 选择这个影片点赞 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来自更多关于Canva内容 随着我IG能够很高的互动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